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二猪小王子 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 好久没有出来见大家了 最近新年嘛 就是第一个视频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一个晚年了 春节要快来了 对吧 咱们拜一个早年的春节 那么今天讲的就是关于就是悉尼的一个餐馆叫做雷神 我最近去吃了一下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本来这个视频其实我一开始就录好了 后来发现我拍那些东西嘛 根本不够我摆的 所以我觉得视频最重要是质量 所以我认认真跟你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Burwood的雷神到底怎么样 当然我是特别喜欢吃火锅的 我也没 我觉得这家也没什么可黑的 它这个价格OK 但是我把我一些经历和大家说一下 也许你在选的时候你就更加清楚了 好吧 相当于写的话 我觉得说出来肯定更有感觉吧 首先我去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秘书要回国了 大家可能知道 然后 回国前嘛 很多人我就很想 我他也想吃雷神的 我给他去吃了一次 然后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他就有4块钱 如果是老人的话 还是64块钱 如果你是 普通人的话 就是70块钱 所以你有你是老人 或者是学生的话 记得大家学生证 你可以便宜7块钱 对吧 6块钱 还有就是 我们先讲他比较好的 我写下来的6个点吧 第一点就是 他的 雪花牛肉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我就是全场性价比最高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因为他在旁边 OK 所以 你是不能自己去切的 对不对 自己去切 你可能也不懂怎么切 所以专门有人去切的 但是你要看着 所以我觉得你吃的时候 你一定要 去吃这个雪花牛肉 我觉得雪花牛肉味道非常的嫩 而且肥肉 肥肉的 搭配也非常的好 第二就是他普通的牛肉味道也是不错的 就是冰冻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算是above average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第三 我觉得他各种丸的味道特别好 比如说虾丸啊 蟹丸啊 什么什么牛丸的味道 我觉得都是OK的 这个是可以 多拿点的 第四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环境特别好 就他特别大 你知道包入很多店就比较小 比较炒 他一点都不炒 他很大 很宽凉 很明长 很干净 所以我觉得 你带朋友去 反正还蛮有气派的 而且个人各一个碗嘛 一个锅就在你前面 而且他有很多锅 你可以自己选 一般来说你都可以选双锅 对吧 就比如这里点番茄 这里点麻辣都可以 另外第五点就是他有各种小吃 这点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讶 就是他有什么烧鸭鸡啊 烧鸭啊 然后 还有螺丝 还有小小龙虾 薯条 应有尽有 感觉那你就去了像四星级饭店的那个叫什么 四星级饭店的早餐是感觉是一样的 第六点就是他饮料还是蛮大方的 就是他饮料就是有各种饮料 而且还有居然还有豆浆 对吧 还有那个酸维汤 而且饮料他随便摆那里随便可以拿 我觉得他饮料特色比外面多多了 我觉得这还是我很喜欢的 好吧 当然你是不能带回家 他上面写的很清楚了 这就是他的好处吧 那么他六点 那么他的不足之处呢 或者雷区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就是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吃火锅嘛 吃火锅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羊肉卷 他羊肉卷真的很一般 对吧 过去是看一个大哥网 网自己盘里摆了这么多羊肉卷 我真的一脸凉凉送给他 一手凉凉送给他 所以就羊肉卷真的味道很一般 我觉得没有必要点很多 第二呢 他的饮料是不错 可是他冰淇淋真的很烂 他冰淇淋基本上就是扣死为两块钱冰淇淋 你知道吗 就真的 我觉得真是无语了 就千万不要看这冰淇淋去 第三就是他小吃虽然是有什么小龙虾 烧鸡 但你觉得你真的会去买吗 真的 你付了一颗70块钱 你知道吗 我买只烧鸭就20块钱吃死你 所以我觉得尽管他小吃多了 但我一口都没去吃 而且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千万别去吃 我看我对面的阿姨你知道吗 拿这么多小龙虾 你是没吃过小龙虾是吧 性价比太低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通力里边 我买我买20包可以给你 第四呢 就是 汤底嘛 也很一般 就是 当然我觉得好像 特别好吃的汤底也不多 但是我必须得说他这个汤底感觉就是 非常一般 也没有觉得汤底就特别好吃 味道我觉得也不是很浓 好吧 最后就海鲜也一般 特别是他虾蟹啊 我觉得有可能冰冻过的吗 感觉 不能说不新鲜啊 反正什么肉都没有 咬了季口也不想再咬了 最后我想讲一下价格吧 这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你是吃肯定肯定吃饱吗 是自助的吗 但是我觉得 你要讲划算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太划算 因为你想三个人就吃掉了210块钱 那210块钱你基本上外面随便吃 你基本上吃的也很好 对吧 除非你去fine dining 我觉得210块钱两个人都可以去fine dining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同时我觉得 是 能够聚会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挺不错 因为他很自如嘛 而且可以起来走走看看 地方又大了 所以我觉得个人的要求可能不一样吧 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很久没有去吃火锅 想一次吃饱 而且 想要开心的庆祝下一个节日的话 我觉得去还是有意思的 最后呢 我就想说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bow这地方很奇葩 它这个地方就是 餐馆很多 但是因为餐馆太多了嘛 所以你要找个安定地方吃饱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就有很多餐馆就在马路旁边嘛 对吧 马路旁边就是很吵嘛 最后就讲一讲了 就是这个可能大家注意到的 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雷神 就是因为他 不是说他很气派 但是他很安静 就尽管很多人嘛 但是他因为场地大 而且大家都管自己吃自己的 而且会走走 这种形式的感觉让你体验就非常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尽管我觉得性价比真的不高 他的也没有特别好吃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因为波舞其实很多有好吃的地方 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吃的地方都在街边 就很吵 懂我意思吗 就是就特别吵 我像我就不喜欢吵 我就喜欢 还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觉得给大家最后一个建议 因为 如果你想要稍微 气派一点的 稍微就是安静一点的 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就可以学得过去 但是我觉得路边路边小吃呢 也是另外一种情调 就是不一样的 没什么 没有谁对谁错 是跟一种不同的感觉 如果你想性价比高的 或者其实 他这个价格我可以吃到很多比较好吃的 对吧 但是你可以 今天可能体验一种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个人感觉如果你是生日啊 或者有特殊的 就是这种特殊的节日意义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底下评论关注 希望大家有机会在悉尼见啦 拜拜